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9月17日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國大最新的消息 先講講屯門公路那宗嚴重車禍 據報巴士撼吊臂車 約摸三十多位乘客受傷 車長被困 現場情況如何? 據報有事發當刻的消息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必須也講講在青衣貨櫃碼頭 話說有兩個男工人在換石油器 即是煮食的時間 竟然現場發生爆炸 其中一人傷勢嚴重 是怎樣的消息和各位一起講講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屯門公路巴士撼吊臂車 約摸三十位乘客受傷 五十多歲的車長一度被困 報導的內文提到 屯門公路發生車禍釀成多人受傷 在今日9月17日下午1點多 一部58號M線98 在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行駛期間 撞向前面一部吊臂車 巴士車頭撞位 擋風玻璃破裂 事件中巴士約摸三十位乘客受傷 五十多歲的司機一度被困 車內 隨後由消防員救出 多架救護車趕到現場救援 車長清醒被送往馬加列醫院治理 另外一男一女乘客 分別送到人際醫院和屯門醫院接受治療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有案發當刻的消息 據報釣臂車 當時停在萬綫 巴士收制不及 直撼車尾 當中造成了 差不多三十位乘客都受傷 車長一度被困 另外轉看另一宗罕見的事故 根據HK01的報導 清衣貨櫃碼頭 兩名男工人煮食的時間 換石油氣的期間 突然爆炸 其中一個人嚴重燒傷 報導的內文提到 今天9月17日清衣發生工業意外 下午接近1點 警方接報 兩名男工人在航運路9號的貨櫃碼頭位置 懷疑在煮食期間 不小心燒傷 據悉當時其中一名男工人 在更換石油氣瓶的時間 發生爆炸 導致52歲的男工人嚴重燒傷 送院的時間需要敷上面膜和保鮮紙 另一位51歲的男工人就受輕傷 兩人被送往馬加列醫院搶救 警方將案件暫裂工業意外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在清衣貨櫃碼頭發生了罕見事故 估計當時兩名男工人 主食期間換石油氣而發生了爆炸 為何會發生爆炸 暫時未知 還要有待進一步的資料 另外也說說這件事故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青水灣大環頭村》是嵌樹的 南村民遭到壓傷腳步送院 報導的內文提到 將軍澳發生嵌樹傷人事件 在今天9月17日早上約摩11點 青水灣大環頭村 一棵大樹突然嵌了下來 壓傷一名南村民的右腳 他旁邊的朋友協助報警 救援人員說到 合力把事主救出 幸好他清醒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現場所見 嵌的大樹嵌20米高 據知事主當時正在清理 連日風雨留下的雜物和垃圾 想不到大樹突然嵌下來 他走避不及被壓傷了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希望這位南村民進化好 據報他應該挺好心地 當時幫忙清理日前大風大雨 遺留下來的雜物和垃圾等等 結果有棵樹突然這個時間嵌下來 被壓傷了 另一邊商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南新圍的濕地公園研究範圍 有違規倒嵌頭 半個圍園這麼大 環團說後鳥已經消失 報導的內文看到 政府正在研究增設三個濕地保育公園 但繼新田科技成發展計劃 吞併了 打算是三寶樹保育公園的其中200公頃範圍過後 長春社也發現 南新圍的三貝村以東一幅香川式發展用地 雖然曾經申請建丁屋被駁回 但近20年多次發現違規填堂 今年5月更加被大規模倒嵌 填平了4個魚塘 面積達到半個圍園 規劃處證實 該幅地過去26年 合共涉及六宗為例填堂的執管個案 最新一宗在八月初發出了強制執行通知書 長春社批評 規劃處雖然曾經在那個地方執法 但罰則寬鬆 並無要求將土地還原至原有的生態 違規倒嵐持續出現 生態價值會放越下 往日曾經錄得50多隻黑念疲勞的南新圍魚塘 現在的候鳥出目的數目已經大幅減少 擔心難以回復往日的生態 他促請政府將三貝村一帶的蘆葦床和私人魚塘 滑入宜以濕地保育公園範圍之內 修復生態和加強保育 以免令到一個行有的婚紗攝影天堂位於一宗 以上連至HK01的報道 告訴大家 南新圍近年捲入不少狗分 有一些財團曾經想將南新圍變成哥爾夫球場 後來變成豪宅 不過都遭到民間市民的反對 最新又發現 裡面有半個維園這麼大的地方 被人填平了 即是本來是魚塘 是不應該填平的 一般然填平了 就炸家衣去申請 做一些停車場 或者改變的用途 繼而有下一步不知什麼的發展 長春社就猛烈批評 即是覺得那個位置過去二十幾年 一直都被人胡亂填堂 這種情況會不會對南新圍未來的發展 構成影響 暫時未知之數 礦仔現在雖然不在其位 但都相對關注 始終這個南新圍屬於香港人的後花園 另外轉向一下夜經濟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林健鋒就說夜市位置不便 需要創意搭舊 飲食檔太多 或者搶了南貴方等等的食肆生意 報道幾內問題到了 政府日前開展香港夜繽紛一連串的活動 包括每個周末在灣仔 秘魯閘灣和觀塘三國海濱的場地舉行活動 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在電台節目《講清講楚》裡表示 夜繽紛是個好開始 希望兩三個禮拜過後有可見的成果 認為搞夜市不能只搞大大地 又認為觀塘海濱選子不是最方便 在說需要扮一些有趣創意的活動來搭舊 他認為選子一定要方便 否則就會形成郵輪碼頭的翻版 林健鋒指商界向政府建議先處理好本土經濟 應用晚上出街好像個死城 認為需要先搞活夜市 但他表示日市即日間市場都應該要辦得好 他認為搞夜繽紛是個好開始 期望兩三個禮拜過後能夠見到成果 對於政府指夜繽紛不需要花費太多錢 他認為是因為商界砸心口幫忙 因此認為一定要搞得好 表示商界願意出來被砸心口 是因為對他們對香港和夜市都有信心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大家好 林健鋒指現在晚上出街好像死城 以往不是這樣說 說到我們有很多活力和吸引力 為何突然變成死城 行政會議成員這樣說 當然是很巨分量 另一邊說到一些市集 例如說觀塘太偏遠了 若然沒有有趣的活動 是很難吸引到一些顧客去光顧 所謂的有趣活動 可能林健鋒的建議例如 AI演唱會 VR活動 3D打印等等 問各位網友 若然在三大海濱 搞夜繽紛 你又會不會特意晚上出街過去行 還是為何不出街也有原因 不妨劉國賢講講大家的意見 因為現在夜繽紛 不過各界都是問的 包括礦仔都認為 最實際 麻煩不要整色整水 趕快派錢 趁著施政報告 接下來十月超過施政報告 宣佈派錢的話 振興一下 那個的軍心也好 我是礦仔 我們下支影片繼續聊天